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丈夫經常喝醉酒 回到家大發脾氣 推跌電視傢俬 甚至對家人拳打腳踢 太太更加憂心 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面對這個情況 可以怎樣處理 我們當時結婚 是三四年左右 然後就變差了 她是喝醉走去我工作的地方 那時一隻手叉著我的頸 就整個人撐起來 堆在地上那種 然後去檢查 是輕微的腦震盪 那些事都爛了 然後那時是有暴了景 後來她就說 自己會改 其實都掙扎了很久 因為始終是這麼多年感情 真的捨得放棄嗎 但是很辛苦 每晚都是三四點才能睡得著 因為你會想很多事情 會想她怎樣提炎 想她會不會改 真的會改 這個家人有沒有辦法 我最嚴重 那時我跟我朋友說過 我要去看心理醫生 如果不看的話 我覺得我忍不住 我怕我會爆 其實當時我跟她提了兩個人分開 我說小朋友跟我 但是她說 她寧願把小朋友送回寶娘 都不會給我 而我那時被她嚇到了 所以我就選擇了忍 直至到去年 去年先生喝醉酒 回到家裡 就聽到那聲音很響 然後她就閉門 來閉我們 那門很響 有啪啪的 整個眼都是紅了 是很多人害怕的那一刻 我是很害怕她打 真的會忍不住 是動手打我們的 那時我就選擇了 打鐵馬布鏡 布鏡的時候 手是震的 很害怕那一刻 然後就入住了 入住了庇護所 那件事之後 我兒子曾經試過真的 推著一個箱 揹著一個背囊 說我要離開車走 這個家轉下去 我發現我兒子 這個脾氣就很生氣 發脾氣的時候 吊東西 我怕她都會用暴力 我跟她說 就算是發脾氣 不可以吊東西 不可以打阿蘭這些 然後她現在的情況 她真的很生氣 那時她就會 拿個腫頭來打 幫到我們很多 因為有社工去幫我們 引導我們 讓我們可以正確地面對自己的內心 想典行中心的食物 因為有組織免費的 發流工作 還有節日的活動 其實我兒子在那裡住 都很開心 因為那段時間她都 提醒了很多 假如當中沒有你們幫我 我有很大機會 會回頭 因為我有個兒子 但是有一個很現實問題 你們給了一個賺錢的地方給我 可以靜落生活 去面對我之後要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的生活 其實是很開心 因為我搬了新地方之後 我不需要說 我這樣的話 我先生會怎樣 我覺得應該勇敢一點 你找人真的會幫到你的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不要再忍了 不要再這樣對自己 不要那麼傷心又傷身